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说一下因为今天外面下雨所以就会背景音乐有一些这个车还有这个雨的声音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背景音乐 有的时候可能太吵就是大家多担待一点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用这个牌吧 来做选牌 先来第一组 第一组的选牌即将到来什么样的新的机会呢 crazy patterns 好 这是我们第一组的选牌 再来个第二组 第二组的选牌是什么 第二组的选牌我觉得是这张 delivery brown 感觉是有这种 我就不解释了 就是大家看自己的这个 感觉 好 第三组是个waves 然后把它拉近一点 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三组 好 我们的第一组第二组和第三组大家平直觉做一个选择 放弃自己的逻辑思考 就是看感觉 好 那我们选好的朋友我就从第一组开始 好 第一组朋友你们好 你刚选到了这个 看一下你们会有什么新的机会到来呢 我们的主牌今天用这个玛格丽特塔罗牌 应该是叫这个名字吧 是的 这一幅就还蛮好看的 好 我觉得这张出现 renew 好 再来筹三张牌 再来一张什么新的机会出现呢 哇 sweet officer 果然是有这个更新的能量 再来什么新的机会出现呢 好 看到了这张牌 Ace of Lens 这张renew其实是judgment 就是我们的审判牌 完全崭新的人生 第一个最明确的信息就是这样的感觉 就是一个完全清晰 对自己过往 然后对未来的路 你即将要走的这个道路 完全完全的一个清晰的感觉 还有一个完全的更新 完全崭新的一个状态 就是感觉你的每一个细胞 好像都被清洗干净了 每一个细胞都是充满阳光 然后充满了开心 充满了快乐的感觉 你看这张牌就是很有这种光明 就是这个羽毛的背景 大背景是一个非常光明 然后一直在旋转的一种感觉 就是你们可能已经 就是在上一个阶段 有一个已经经过了这个宇宙 给你们的这个spiritual test 一个精神的一个检测吧 你们是已经有走过了这一关 所以感觉你们之后 即将迎来的这个精神面貌 是一个全新的 包括你的这个生活态度 很多方面都是有一个大的更新 周围的人 周围的事 工作环境 甚至是自己跟周围人的这个关系 还有你自己跟自己相处的这个关系 你的精神面貌 你的想法都是有一个 完全的一个更新的状态 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 还有中间这张牌呢 也有这种感觉 就是有一种你把自己过去纠结的事情 或者那些不完美的事情 你都会觉得它其实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就比如说吧 可能你之前生病了 然后做了一个手术 那这个手术呢 在你身上就留下了一道伤疤 那在过去你可能一直会觉得 哎呀这个不好看呢 代表了过去的这个创伤啊 代表了一段伤心的回忆 代表了一些就是不那么美好的事物 使你身体没有那么完美了 但是在之后的这个阶段当中呢 你会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就是这个伤疤使你有区别于其他的人 它使你非常的独特 它就是你的一部分 你完全接受它 你甚至觉得它是使你更漂亮了 使你更加自信了 就是你的自信是完全的接受你自己的每一部分 你自己开心的自己 悲伤的自己 还有有过去伤心难过的自己 被伤害的自己 这个全部都是你的一部分 你是完全自信的去接受所有的自己 那其实从这张牌上也可以看到啊 就是其实这张牌是这个 那个叫什么 3 of source 感觉上它其实是有受过伤 就是这个羽毛 它是有经受过这个伤痕的 然后留下了这些就是鲜红的血 那这些可能都是它过去的伤疤 但是在之后的这个阶段 或者说之后的这个人生经历里面 它会觉得这个 就是正是这些东西使它更加的独特 是它的一部分 这个鲜红的血 然后这些曾经受过的伤 变成了它身上的一个 paint 就是它身上的一个染料 就是使它更区别于其他羽毛的一个 很漂亮的 很独特的一个染料 它很欣赏 很感谢自己的这一部分 感谢自己曾经的这个经历 感谢自己曾经的这些过往 然后完全的接受它 觉得它很漂亮 很完美很独特 就是有这种 战发出很自信的这种光芒 这两张牌在一起啊 真的是很自信 在绽放自己的光芒 然后有这种自己相信自己 全新的事物 沐浴在春光中的感觉 就是春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这种春天到来的感觉 然后这个Ace of Flames 这个其实是这个 权杖一 它也是有这种感觉 有这种火红的热情 有一种一把火 把过去全部都燃烧殆尽的感觉 走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可能是转换了新的城市啊 这里有旅行的信息在里面 新的城市 新的人群 还有一些新的兴趣爱好 新的群体都有可能 就是一个全新的 非常热情的一个自己 有些朋友如果是之前 就是感觉 如果在人情 人际关系方面有受过伤 就是有点不太敢表达自己 或者说 跟人相处的时候 就有一点 比较容易封闭自己的话 那之后这个阶段 就会是感觉你会完全的 绽放自己的美丽 就是你完全不去避讳 自己曾经 所经历的那些事情 因为你觉得 他们都是很宝贵的经历 而且都是使你更加成熟 更加独特的那些经历 就是你不会去避讳他们 而且你还会 就是完全的展示自己 打开自己 有热情去表现自己 就是这种感觉 很勇敢很自信的 在表现自己 你看看还有什么信息 justice 你看我们的judgment 还有justice 在这两张牌 就是你的这个 之前所做的事情 都会有一个公平的裁决 就是会迎来最公正的审判 如果你说你之前做的事情 不是那么公平 不是那么公正的话 那你也会知道 会迎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但是你会有一个 对自己相对来说 是一个很值得 你会有这种值得 过去做的一切 都很值得的感觉 还有什么 看一下这张牌 哇 The Lovers 再来一张 The Lovers 可以是指 你跟别人有签订 新的合同啊 新的契约 或者说是 这个合同契约 可以是指 这种工作关系的 也可以是指 就是感情方面的 有新的交往对象 你们要就是 关系要定下来了 或者说 口头上面的约定 也可以是 跟朋友之间的 这个约定 然后这些新的约定 会让你完全 走出过去的阴霾 跟之前 你会觉得 受伤的关系 都不一样 你是这样 全新的 非常 有给对方承诺的 这种关系 我们再来一张 再看这个 Six of Source 就是会走过一段 之前觉得 很艰难的岁月 或者说是 你正在 往一个非常 平缓的地方 平顺的地方 过渡 这里朋友 可能有些朋友 真的是 之前有些焦虑 或者说在等待 很焦急的 在等待一些消息 或者说 试着尝试去 达到一个 什么样的目的 但是觉得 你的这个目的 已经快要到来了 你的这个 结果已经快要到来了 会有一个 很好的结果 一个公平的决定 然后你们自己的 这个艰难的时光 或者说 觉得自己很不容易的 这个时光 要过去了 你们这个 新的机会 或者说是 新的一些 可以说是合作吧 有可能是合作的机会 会让你 之前的那些 难过的时光 都变得 就是一种 过去的感觉 你就不会再纠结 这些过去 一切都是最新的 你会关注现在 关注未来 而不是关注那些 过去 让你纠结 或者说 让你伤心难过的 一些事情 完全崭新的 完全崭新的未来 完全崭新的 合作机会 或者说 完全崭新的 一段关系 跟你过去的 这个关系都不一样 你会完全的感受到 这个承诺 如果是工作的话 那这份工作 其实是会让你 感觉到你自己 是被重视 你自己是有 很值得去为 这个公司服务 为这个公司付出 你获得的收入 会是 就是你的劳动所得 是等价的 并不是一段 就是你付出多 回报少 然后这种不平等 不平衡的关系 你将会获得一段 非常平衡的关系 非常公平的关系 工作当中也是 还有这种 感情当中也是 感情当中 你会是完全抛开 过去的这种阴霾 获得一个 跟你完全是 相等量级的 一个对象吧 justice 还有the lover 这两个都是 这种很平衡的感觉 可能代表你会要去 做一个选择 在理智方面 去做这样的一个选择 但是最终的这个决定 或是出现的这个人 会是一个 跟你有这种 同等的 可能兴趣爱好 或者说 同等的世界观 价值观 就是跟你同等量级的 一个人 不会是一个 就是你付出多 他付出少 或者说 对方这样反过来的感觉 你们的这个 付出和得到 都是对等的 感情对应 也都是这种对等的 就是很公平的 一段关系 感情方面公平 还有ace of flames 这个也是啊 就是你的这个 新的热情 你的这个新的关系 你的新的合作 或者说这个消息 会让你 走出过去的阴霾 走入一个 平缓的一个阶段 就是感觉 你终于可以休息了 你终于摆脱了之前 就是在船上 这种 好像有这种 乘服不定 漂浮不定的感觉 没有办法定下来 或者说你这颗心 就一直在浮动 一直在提着的 这种感觉 它会变得很平缓 会觉得很有安全感 终于有这种 落地了的感觉 看看还有什么 ace of cups 就是这个很公平的 事情 或者说这个人 会给你带来 这种很心动的感觉 就是如果说 你们最终在等待 这个 某个决定的话 或者说某个消息的话 这个消息会让你很开心 ace of cups 是个让你非常开心的消息 那如果 这个指的是一个人 就是你在等待 某个人最后的 一个决定的话 那这个人也是 可能是一个 让你非常开心 或者说一个 给你 给你爱的 这样的一个对象 但这个人本身是十分 这种公平正义的人 他会给你一个 一颗桃心 爱你 这种感觉 还有什么 Queen of wands 再来一张 Queen of wands 这里也是 就是有一种 很自信 然后 有可能是因为你的 自信心吸引到了 别人的注意力 所以别人来 给你提供这种 合作的机会 就我刚才说 你有一种 对自己的 满足感 就是对自己过去的 那些伤痛 或者是伤痕 都有一种 你觉得 那个就是你 可能是你 最大的一个优势 或者说你最独特的一点 你已经尝试了 过去的那种 生活方式 或者说过去的那些伤痕之后 你完全接受了它 你现在已经是 非常自信的你自己 所以这样的你自己 会吸引到很多人 吸引到大家的目光 吸引到别人来跟你合作 无论是事业上 还是感情上 就是它是你的一个 一个源泉吧 就是你一个 一个是相当于你自己 自身的一个资源 就是你自身的这种稳定感 还有这种 对万事万物 都不那么纠结的一种感觉 就是你在绽放光芒 这里有很多光芒 就是在展现光芒的感觉 所以你的这个吸引力 是很强的 能吸引到很多的人 机会来跟你合作 还有像你表白呀 都有可能 还有我们的这个 哇太阳 我们的太阳牌也出现了 就是你们在走向光明 如果你们觉得之前的自己 是身处黑暗的话 那你们未来 就是绝对绝对 会走向光明 迎来的是一个光明的未来 是一个完全的做自己 就是你在黑暗的河流当中 感觉已经经受了 所经受的一切 所以你未来的 你是生活在阳光底下 然后你会 你能够真实的表现自己 然后你接触到的人 其实也是的 他们都会是 就是你普通意义上 这些好人 不会是那些伤害你的人 他们会一直就保持着你 这种很阳光的感觉 就是他们的爱 会让你维持自己的 这种阳光的感觉 他不会让你说 觉得很憋屈 或者说觉得 自己非常的 很委屈 他们会保护你的阳光 他们看到这种光芒万丈的你 他们也会保护 这样光芒万丈的你 就是这种感觉 还有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 The Sign of Time 感觉就是 你看这个也是跟时间有关的 就是你可能在 等待这个 什么事情 然后这个时机 成熟的感觉 感觉就是时间到了 你在等待这个 时机一到 你就要开始去做某件事情 你可能就要开始出发 做某件事情 这还有文件签署的感觉 这里有很多的文件呀 如果你在等待法院的裁决 什么的 你就是这种 等这个裁决定下来了以后 你就打算去出去旅行 或者说你就打算去 搬去其他的城市 打算接受这个 职务 接受某个工作 离开某个人 就是这种 已经准备好了 就等着这个时间一到 你就可以出发了 这种感觉 然后你这个时机 已经马上就要到了 你看太阳已经在地平线这里 马上就要升起了 这个就是你的太阳 就是你自己的这种 这种万丈光芒 你马上要这种 大干一场 实现自己的报复 就是实际一到 你就要开始 出发实现你的报复了 看这个是什么 这张牌也是 最近经常的出现 8 of scores 做选择 这是一条 未来的是有一条 未知的道路 刚才出现是逆位啊 就是说明你们 要重新做这个选择 过去的这个阶段呢 你们可能 有经历过 做错选择 或者说你之前那个选择 让你不是那么的舒服 所以你会有一个调整 重新做选择 选择选择一条 让自己更舒服的道路 或者说更正确的道路 你已经看到前方的这个光明在这里了 所以你现在又走到了这个三叉路口 再重新去选择你的人生道路也好 或者说合作对象也好 有这种重新做选择的机会 然后这个是什么 阿卡西Library 这个是说呢 你之前的这些过往 其实都已经被书写进了历史 但是你的未来是由你自己创造的 刚才是逆位有看到吗 这是告诉你们 不要拘泥于你们过去的这些经历 或者说过去经受的这些人啊 你觉得未来人都是这样 过去的一些合作关系破裂了 或者说一些人对你不好 你觉得未来都是这样的 其实不是的 过去就是过去 你们生活在现在 你们正在创造你们自己的未来 所以也不要拘泥于过去 你们会创造新的未来 不要觉得你们的未来已经被写好了 你们就注定是什么样的 不是的 你们是可以去创造它的 它没有被写好 你们正在经历的事情 都是你们自己创造的 好吧 所以这个就是有一种 自由选择 自由意识 创造你的未来的感觉 看这张也是选择 这张是感觉大干一场 打算去做什么事情 宏伟的事业 或者说宏伟的一个合作关系都有可能 然后这个是还在选择当中 还在思考要重新要怎么选 然后这个呢 也是要告诉你 就是说你的未来是由你们自己掌握的 自己去掌握你们一个非常光明的未来 好我们再来看这个 还有什么呢 看看这张牌 两张牌 好 这个是什么 strong protective magic for the family and the home 就是你的家庭啊 还有跟你的家人 就是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牌 就是你们会获得这样的一个保佑 work with the element of water for healing purification and refinement 这个也是 这个就是一个水 感觉就是一个清洗清洁的感觉 水洗过你们所有的身上那些负能量啊 负面的情绪啊 然后你们会获得完全的这个疗愈 完全的自己身心灵的一个提升 还有就是如果你们 是在烦恼跟家人有关 或者跟自己的家庭住房 跟居住环境 跟这个稳定的关系有关 你们在烦恼这些事情的话 那这张牌是告诉你 你们是有在这方面被保护着 下一个阶段 未来迎接的是一个 对这方面的一个好运气 或者说一个比较好的合作对象 如果是工作的话 那这个工作可能会为你带来很好的 这种家庭环境 就比如说这个公司的工作位置 地理位置可能很好 离家近 或者说他的工资足够你去给自己 置办一个非常很好 很舒服的一个家庭环境 就是对家庭是有这个好的 好的环境 好的这个影响的 包括你这个新的人 如果你这个地阶合约 你选择了这个人 他也是会给你带来这种 很完美和谐的家庭生活 家庭环境 就是没有那么多的争吵 甚至说是就算争吵 你们最后也是以这种 互相更理解对方的这种感觉 不会把它变成一个非常大的事情 变成一个家庭的核心问题 就是很利家式 然后这个感情也是 其实这个water在这里 就有这种水嘛水元素感情的关系 与某人或者说某些群体的深入的感情的连接 会让你感觉到过去的伤都被治愈了 就是这种感觉 被温暖的感觉 被爱包围的感觉 它能治愈你过去所有的这个创伤 所有的不开心 让你的每天都生活在这种很温暖很开心的情绪当中 就是这张太阳牌 就是你是被爱包围 周围的人都欣赏你 喜欢你 他们愿意给你创造出这样的一个氛围感 就是你就知道那种 如果你是小孩子的话 大家都会很包容 很保护小孩子 让他就是这种健康快乐的成长 保持他是很快乐的身心健康那个状态 就是说你即将遇见的这个群体 他们会给你很多的包容 很多的爱很多的感情 所以你可以这种 好像小孩子一样 这种无拘无束的去 发挥你自己的所长 发挥你自己的技能 这种感觉 他们会看到你 他们会看到闪耀的你 他们很珍惜你 就珍惜其实是一个点 就是你过去的那些不被珍惜 或者说你的这个才华没有被看见 都会离开你 就是未来的这个人 或者说这一群人 他们会看到你的宝贵之处 就是身上的你的那些伤痕 他们也会觉得很宝贵 所以你会越来越自信 你们会就是很完全的认可自己 认可自己的价值 然后去绽放自己的光彩 就这种感觉 好 这个是我们第一组的信息 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咯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 哈喽 我们第二组的朋友你们好呀 Delivery Bron 一个礼物的盒子 好 我们来看一下你们主要的信息是什么呢 主要的信息是什么 我们来抽三张牌 这个牌太大了 所以不太好抽 我在这里抽好 不然会打到这个屏幕 好 我们来抽这张 看一下 Mather of Flames 哇 你们也是火一样的 熊熊燃烧啊 再来两张牌 谢谢 好 我们的这张 Ace of Cups 哇 好美啊 你看这两张 感觉一水一火 然后有这种水火平衡的能量 平衡的非常的好 这张牌超漂亮 然后是在这个水中有一朵 这个睡帘 我们再来一张 再来一张 这个牌太大了 这次牌真的超级美 唯一的不好就是太大了 再来一张 好 这个牌叫这个玛格丽特 Margaret Patterson 好像是这个吧 Margaret Patterson Tower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这个 网上搜一下 Sun of Flames 那你们是凉火加一水啊 凉火加一水 然后呢 哎 这个凉火 不好意思啊 就是今天下雨 所以外面有点炒 两火加一水 两个火 一个是 Mother火 一个是 Sun火 一个是这种 比较成熟的火 一个是比较年轻的火 中间加着一个感情 首先我会觉得 你是有两个人来表白 就是一个可能是比较成熟一点的人 一个是比较年轻一点的人 然后他们在对你 抒发这个爱意 这个呢 这个人呢 我们先讲这个人吧 就是我们先把他当成人物来讲 这个人就是那种 你可以叫他这种疯狂的冒险家 就是他很有这种冒险家的 嗯 气质 还有风格 还有性格 他很敢闯 很敢拼 就是感觉 他没有 嗯 没有他不敢做的事情 没有他做不到的事情 嗯 大家都觉得他在做 就是有的时候啊 他周围的人会觉得他在做一件 就是没有办法完成的事情 但是他总是有他自己的想法 还有他自己的方式 去克服所有的困难 还有这种 各种的挑战 嗯 他也是一个追求这种挑战 追求新鲜事物 追求那些不可能的一些事情的 这样的一个人 就是我有点感觉到 就是他有那种 你们看过侏罗纪公园的 新的侏罗纪公园 他好像拍了两部 里面的那个男主 就是有那种感觉 就是他能够驯服恐龙 嗯 就是有那种不可思议的感觉 他很勇敢 然后又有这种能力 所以就是 整体上给人的感觉很靠谱 嗯 很值得信赖 然后同时呢 他有一种疯子的那种 嗯 基因 或者说疯子的属性在里面 大家知道现在都在 嗯 俄罗斯在跟乌克兰在 那个打仗吗 就是我们不讨论战争了 但是这个人呢 就有一种那种普京的感觉 普京的那种气质 好像有那种隐藏的那种疯狂 在他的这种性格里面 就是给我这样的感觉 这个人有可能是即将出现在你生命当中的人 他可能会向你表白啊 或者说他 啊 会对你的生活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当然这个人有可能是你自己啊 然后我们再说这个人 这个人呢 是一个比较 嗯 跟前面这个人不同 这个他可能是前面这个人的年轻的一个版本 就是他还在探索世界 他还有很多的好奇心 嗯 他还有很多就是 更加不可琢磨的一些梦想 就是他也想要挑战很多 就是不可能去完成的事情 但是他可能缺乏一些技能 或者说缺乏一些经验 但是他 不会去惧怕那些 呃 困难 不会去惧怕前方的挑战 他可能会 嗯 行走的会比较 没有前面这个人这么的顺利 但是他会给你更多新奇的感受 呃 会给你更多 就是 呃 新鲜 给你带来很多新鲜的事物 有很多新奇的这些建议 就这个人有点这种 呃 掌控者 王者的感觉的话 这个人就有这种歧视的感觉 嗯 他带领你 他想要保护你 他嗯 对你有感觉 他就会直说 那这种 这种人呢 他是 对你有感觉 他对你表白 但是他有一种就是 掌控感 征服感在里面 他有觉得这种势在必得的感觉 但这个人可能他相对比较单纯 他就是觉得喜欢那就是 嗯 喜欢就是爱了 那就要对你表白 他可能不会去想 未来会怎么样 但这个人他可能会觉得 呃 会想的比较长远一点 他可能会 呃 有可能会想要跟你建立一个比较稳固的关系 但这个人的话 他会 想的比较少 他更加关心感情当中那些不可琢磨 还有那些 呃 刺激的部分 给你带来很多新奇的体验 这个新奇体验可以是各种方式的 呃 精神上的 还有一些物理上的 你们懂的 所以就感觉是两个不同的人 然后他们都在 对你表白 或者说 呃 你可能在感情上面 就是 是 需要去做一个选择 那中间这张牌呢 是一个Ace of Cup 其实是有一种很平静的感觉 就是没有感觉特别激烈的那种 碰撞 比如说那些很戏剧性啊 没有那种感觉 就是一种很平静的爱 然后一种 大爱 虽然说这个不是一张那个 王者 就是一个 那个 Queen of Cups 或者是King of Cups 这种感觉 它是一个新的感情 新的恋情 对什么事情 有这种新的 一种 呃 原始的一种心动的感觉 开始了新的旅程 感情上面的一个新旅程 但是它同时又一种很平静 很 呃 Harmony 然后有一种很 怡然自得的感觉 或者说 它有一种 就是 自己的一种 奴定感在里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具体的 看看还有什么信息 那有可能就是 跟感情 没有关系 就是说 是你们自己的一个状态 你们自己是一种 是感情方面有一个新的 呃 对象 或者说 一个心仪的 新的工作 都有可能 因为这个也可以是指 你情感上的一种 很舒适的新的开始 它不一定是针对人 也可以是针对事 所以我们可以继续来 看一下 还有没有什么信息 哇 The Lovers 哈哈 刚才第一组也出现了这个 哇 这个世界牌 Ace of Wands 我的天哪 你们的牌都超棒耶 嗯 我还是先讲 中间这个吧 就是感情上有一种 呃 新的约定的感觉 这个约定可以是指 某人来 像你就是求婚啊 给你带来一个新的体验啊 像你表白 就是很明显的 一个约定感 然后跟感情有关 如果说是工作的话 也是一个你非常心仪的工作 就是一个你心里 非常非常喜欢 或者说你想了很久 啊 就是你会觉得 跟他有灵魂连接的 这样的一份工作 嗯 绝对是感情上是超喜欢 超爱的一个工作 啊 如果是人的话 也是一个非常喜欢的一个人 就是情感方面非常 强的一个链接 The Judgment 有一种最终获得成功的感觉 如果你们是有这样的 嗯 感情 能长跑的话 那可能这个 就是你们最终会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结局 或者说他终于对你表白了 他终于 暧昧关系终于结束了 嗯 终于他对你表白 或者你对他表白 也有可能 就是你们的关系 终于有一个说法了 终于有一个定数了 而不是继续暧昧不明 啊 继续就是不知道 未来是怎么走 就是有一个很清晰的逻辑 很清晰的关系 最终要达成这个约定 还有这个Judgment 还有一个意思 就是说 嗯 会很长久 就是你们 现在新建立的 这个新的关系 新的这个合作 新的合约 嗯 你们的这个新的 可能是订婚啊 求婚啊 或者新建立的 稳定的这个关系 将会走得很久 是一个长长久久的关系 然后也有一种 是命中注定的感觉 就是 时间到了 你们这个关系 注定会结成 就是结为一体 注定会在一起 嗯 也有可能是你们 之前的前世的 这种伴侣 最终就是在这一世 又重新结为了伴侣 就一种跟 之前的 有一种因果关系 因为所以 因为前世这样 所以你们现在 会有这么强的灵魂链接 很深的逻辑 嗯 很深的因果关系在里面 好 我们看 这个呢 这个是 MOTHER OF FLAMES 我们刚刚在讲 这个很疯狂的人 还有这个很 嗯 很自信 很疯狂 然后很 就是很有开创意识的人 这个人 啊 有可能是你们自己啊 真的是 你们在做 你们即将啊 去做一件让你们很心动的事情 但是这个事情啊 你们已经有百分之可能八九十的把握了 因为你们自己在对做的这个事情上是很有自信的 但是是有一个新的计划 可能是真的是要开公司 就是有种感觉你们已经收获了足够的人生智慧 你们想要去开一个属于自己的公司 或者说嗯 你们已经足够的在某方面获得了足够的经验 就说跳伞吧 你们已经获得了很多的经验啊 或者学到了足够多的知识 你们现在打算去做一个可能跟这个相关 嗯 但是是一个对你们来说是新的挑战 可能去新的公司做跳伞教练 或者说跟跳伞相关的去做一些 我也不知道什么跟跳伞相关啊 就是相关的一些事物 但是是一个新的 Ace of Wands 是一个新的 可能是也是跟旅行有关啊 有可能 跟往外发展 跟其他城市有关 看看还有什么 这有个变色龙在这里 火之能量 是一个你们非常喜欢的一个事物 还有一个这个是金币7 金币7呢是 感觉是你们想清楚了 如何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好 如果你们之前觉得你的事业停滞不前 或者说跟某个人的关系停滞不前的话 就是你们已经想好了如何去重新开始 如何去让它变得更好 所以你们就有这种很强的掌控力 你们已经知道了这个诀窍是什么 关键点是什么 你们知道如何去 比如说你想用10块钱去赚100万 就是你已经知道该怎么去做 所以你有很强的这个能力 你的资源也够 然后你们的这个能力也够 你们的这个就是一切都准备好的状态 所以你们要去就是越越预示去做这件事情 还有这个魔术师在这里 有可能很多人你们已经是在做了 你们已经在努力的去开创你们的目来 未来去实现你们的这个目标 这个魔术师呢就是一般魔术师 他是在等待的状态 就是即将要做什么事 但这个魔术师呢就是已经是 正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了 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了 所以说你们如果是在坚持什么事情的话 在什么事情方面很有自信 但是可能还没有一个最后的结果 或者你们刚开始做什么事情 那这件事情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正向的回报 魔术师啊 显化能力非常高 你们会获得成功的 你们会显化你们正在做的这件事 嗯 就是很好哎 超级棒 就是虽然说这个7 金币7这里有点卡 就是说之前可能有点卡关 或者说有点停滞不前 但是你们新来的这个力量 就是完全给你们打开了一扇门 感觉你们之前 嗯 就把它想象成一扇窗的话 就是这个 窗外的这个火焰 还有万丈光芒 有点被关闭的状态 但是这扇门打开了之后 感觉外面的这个能量 一下就涌现出来了 就是你就是需要外面涌现出来的这些能量 还有这些有可能是机会 你身边的机会就突然间一下又出现了 嗯 所以你是在实现梦想 实现你的理想 实现你的愿望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是什么 Sung of Flames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这张世界牌其实还 嗯 感觉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画上了一个据点 嗯 就是你们在之前我刚才说 可能是有点 嗯 像这个人 他的人物形象是这种比较冲动 比较有可能会善变 就是做事情不会想太多后果 就是爱了他就去做了 爱了就去表白了 这样的感觉 但是这个好像会有一个结束 或者说有个新的开始 我们再看一下 就如果这个是你自己的人生状态的话 嗯 那可能就是你过去 思考比较少 或者说总是去挑战一些 没有太多准备的事情的话 那这个状态可能会结束 你会把你的这个目光 转移到去做更有把握的事情上 你更多 你有更多精力 嗯 你有更多的经验的事情上 你是把事情 嗯 把自己的关注点 更多的放在这个方面 那这个 这个状态呢 可能会有个结束 或者说 你跟这个人的关系 会有一个终结 嗯 会有一个完美的结束 在这里世界盘 或者怎么样 那如果这两个是同一个人的话 那可能就是这个人的状态 就是这种不成熟的状态 或者说去 呃 挑战新鲜 挑战刺激这种事情的 这个状态会有个终结 然后会转而去做一些 然后会转而去做一些比较 比较有把握的事情 嗯 会在这个有把握的事情上 更加的 呃 迎来他的第二春 第三春 第四春 好 我们有一个旅游在这里 旅行 还有Ace of Wands 就是发展很快 嗯 这个事情跟发展有很快的关系 没有看太懂 我们来看一下 嗯 好 在这里呢 感觉 完美终结的 是 嗯 过去的这个联系 过去这个让你有 负担的事物 或者说 你努力了很久 一直都还没有成功的一件什么事情 你可能会 就 放弃 不去做这件事情了 嗯 或者说这个人 你们 在一起 还蛮辛苦的 因为他可能做事情 就是 不太 不太稳重 或者说总是有新鲜想法 新鲜事物 就是 你觉得负担很重 所以你们有个终结 也有可能是 你跟他是异地 嗯 你们需要远距离的交流 远距离的交往 然后这个让你很辛苦 就是各个层面上的啊 跟你们自己的情况 呃 相符的话 你们自己去套 就是一个让你很 呃 感觉相处起来 有快乐 有刺激 有惊险 但是又同时很辛苦 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话 你可能会跟他有一个完美的结束 嗯 觉得你们还是能够做朋友 或者说 嗯 这种感觉 就是你们还是会 就是不会是那种 一个吵架之后 分手 就是你们可能会有一个 嗯 谈判 谈论之后 和平分手 你们做还是 会关系还是比较好 这样的状态 当然也有可能 你们的关系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你们之前这种很累的一个关系 会有一个发展 嗯 这个人可能变得更加成熟了 就是 不会再像之前一样 给你制造很多的混乱 给你带来更多的压力 这样的感觉 这个阶段结束了 嗯 他变得成熟了 这个新的阶段又开始了 有可能是这样的感觉 好 我们再来看 还有什么信息呢 什么新的机会 来 King of Keys 我们再来 好 我觉得是这一张 阿坎州Michael 还有个什么 即将到来的 我觉得是这一张 Wheel Wisdom and Mind 嗯 在这里呢 其实要稍微提一下 就是我的观众的年龄层 大部分是在20岁到45岁这个区间 嗯 然后呢 也有很多的一部分 是在60岁以上的这个区间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 就是大家是在 这个年龄层的各位啊 大家其实都是比我有 肯定积累了很多 更多的这个人生经历 还有人生经验 但是你们依然呢 就是会愿意来听我的占卜 所以我会感觉到非常的感谢 然后呢 感觉到就是被鼓励到 嗯 感谢大家 嗯 那这里呢 其实有一个信息 我是感觉到就是 嗯 如果大家是比较年长的话 嗯 你们可能是有自己的伴侣 还有有自己的孩子 那这里有一个信息呢 那就是说你自己呢 是呃 能够成为他们之间沟通的这个桥梁 就是如果这两团 他们是两团火焰的话 那你自己是中间的一个水去呃 联系他们 如果他们有一种就是火焰碰撞的感觉 那你会用你的这个爱 就是你的这个水质能量 用你的包容 或者用你的爱去包容他们 把他们两个融合在一起 就是很强的包容 很强的力量 把他们融合在一起 就这张牌呢 其实有一个比较呃 具象的一个说明 就是你看他上面有个王冠 然后左边有团火 右边有团水 然后这个感觉呢 就是一个呃 二合一 就是这个 你是这样的一个王者 或者说你是这样的一个权威人士 你能够把这个水火统一在一起 啊通过你的这个努力 或者通过你的智慧 把他们统一在一起 这个其实也有象征 就是你的愿望 你的智慧 你的头脑 你的爱 就是感觉他们都是统一 是合一的 你能够很好的去平衡他们 啊利用他们 把这个水火的能量 平衡在一起 统一在一起 然后去利用他们 就是有这种感觉 就是你可能是你的这个公司的一个主心股 或者说你的家庭的一个主心股 你是这样的一个催化剂 啊 你是这样的一个中心的角色 所以你会用你的力量 把这样的不同性格的人 团结在一起 然后去发挥他们的共同的能力 发挥共同的力量 把你们的这个能力最大化 就是这种感觉 嗯 利用自己的资源 自己的能力 去 啊 如何去实现这样的一个合作共赢 团体的合作共赢 嗯 实现家庭的这个金钱最大化 感情最大化 好 我们再来看这个 啊 其实中间这张牌呢 也是有这种感觉啊 就是说 嗯 在你周围 好像团结了一帮小朋友一样的感觉 你好像就是他们的这个导师 灵魂导师 你是他们的领导 然后 嗯 他们都是以你为这个 主要的意见领袖 精神领袖 所以你需要去用你的智慧 啊 去化解他们的矛盾也好 然后去 呃 带领他们走向一个什么样的成功 一个共同的成功 嗯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有什么信息呢 如果是你们比较年轻的话 就会觉得你们会成为你们周围这个小团体 然后你们的公司啊 或者说你们家庭环境当中的这个主心骨 你的啊 你的另一半都是仰仗着你 然后你的这个父母 甚至对方的父母 其实大家都是在围绕着你 你是他们的中心 所以你是有一种 呃 有一种你的大方向 家庭的大方向 都是由你在做决定 嗯 你们会变得越来越好 公司也是 公司就是会 感觉你在公司 是有一种说一不二的那种感觉 就是大家会以你的意见为重点 就是有什么事情的话 就算你不是一个领导的角色 大家还是很看重你的发言 很看重你的这个意见 然后这张是什么 manifesting money and income 哇 这个都不用说了 就是你们正在显化 呃 金钱 显化收入 智慧 呃 金钱方面是很有好 是很好运的 你们是会有越来越多的收入啊 manifesting money 哇 喜欢看到钱就很开心 好 这是什么 philosophy storm 这个也是有显化的牌 powerful manifestation 哇你们这两张都在manifestation um powerful manifestation of wishes and goals by harmishing universe energy 你看你们在 嗯 结合宇宙的这个能量 在显化你们的目标 显化你们的这个 呃 智慧 显化你们的这个愿望 嗯 你们在结合你们的 你看这个三角形 有一种三维一体 合一的感觉 就利用身边的智慧啊 资源啊 然后去 嗯 还有身边的人啊 也有可能 去显化一个 呃 集体的目标 或者说你自己的 私人的目标都有可能 嗯 你们是在显化当中 很强的显化能力啊 好 那这个是我们的 嗯 这一组的信息啦 那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嗨 我们第三组的朋友 你们好呀 我们刚才选了这个 海浪 好 我们看你的主牌 看一下你们 新的机会是什么呢 新来的是什么呢 这牌 每次抽它都在说它太大 很难抽 Fizzle of Cups 哇 Fizzle of Cups 这个最近 哦 Father of Cups 哎 这个事例真的是 Father of Cups Father of Cups 是我们的 嗯 那个叫什么 不是圣杯国王 是圣杯皇后牌 嗯 这副牌就是这样的 很神奇 Six of Flames 火之六 火之六就是权杖六 权杖六大家都懂的吧 权杖六就是胜利啊 恭喜大家 Two of Cups 好 这个都很明显 好 我们来看 首先我们有一张 圣杯 圣杯 皇后 还有我们一张 嗯 权杖六 还有一张 Two of Cups 感觉你们会超开心 哎 因为这个真的很平衡 什么都有 然后 嗯 事业方面的牌有 嗯 感情方面的牌 有 金钱方面的牌 也有 还有就是活力 passion 都有 就是各方面都有 嗯 father of Cups 就是我们的 感情上的一个极大的丰富 还有极大的一个满足感 嗯 收获到了别人对你的这个情感 然后自己也愿意去 有这个同等的付出 就这种感觉 嗯 如果说是有朋友 是 处在恋爱关系的话 那 就是对方 其实是把你看成是 自己未来的另一半的这种感觉 就是 感情上感觉是有很多的这个收获 还有 呃 你能感受到对方对你的很多爱 对你的更多的信任 之前的呃 你们之间的这个链接会变得更加深入 然后 虽然你们 有些人还没有结婚 但是我觉得你们 已经是在情感的链接上 跟夫妻已经是差不多了 很深的链接 很呃 愿意为对方付出 然后很强的 各个方面的链接 就是很多 能结成夫妻 他们其实是有很多的 比如说 运势方面的相似之处 还有这种 呃 金钱上面 比如说合作一起要 做一个什么事情 然后是有 很强的这个能量的链接 就是你们其实已经达到了 这样的一个关系 呃 是有这样的一个程度 如果是对方的话 他可能就会变成了一个 圣杯国王的这样的感觉 所以你现在其实是处在 已经是在情感关系当中 一个非常好 非常完整的一个状态 你们如果没有处在 呃 感情关系当中的话 就是你自己会觉得 是更加有参与感 就是对你所做的事情 呃 可能是你的工作 可能是你的这个学习 你会有一种 愿意为之付出 呃 愿意为他做更多的考虑 这种感觉 你愿意参入到你的工作当中 或者说你的这个 呃 可以任何方向吧 比如说群体的讨论 群体的活动 呃 大家一起做什么事情 呃 你会有很强的参与感 很强的愿意去 为之付出努力 呃 比如说你想学画画吧 你之前可能光想 但是你现在呢 会有这种 呃 真心的想要去 去完成它 就之前可能是感觉 你是为了一个目的 但是现在你会有觉得 就是你热爱这个事情 这件事情让你很开心 所以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很强的 呃 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想要去 参与讨论 想要去参务 参与这样 这样的一个事物 参与这个活动 呃 这样的感觉 还有一个呢 就是 一个适应性 可能是 感觉如果是 把你们想象成水 这个水可以被 呃 shape成各种形状 被塑造成各种的形状 但是它并不会丢失 它的本体 它还是水 它的这个水的成分不变 就是感觉你们会 很乐于去适应 各种不同的一个 不好意思哦 这个噪音外面有点 不同的一个呃 场景 不同的人群 不同的工作 你们会变得很有适应性 但是你们不会去 丢失你们自己 你们不会去失去 自己的本征 不会去 呃 失去自己的独立思考的 这个能力 就这种感觉 然后这个 six of flames 就是很强的 成功的感觉啊 成功牌 被人注视 呃 被人看见 被人认可 被人认定的感觉 就是你会觉得 大家都在认可你 或者是你们 因为这张牌上 有两个人啊 嗯 不但看到了你们 还看到了可能是你们的 合作对象 合作团体 就是这个 有可能是你个人的成功 也有可能是你们这个团队的成功 家庭的成功 你们是什么事情获得了 成功获得了肯定 呃 获得了大家的这种赞赏 表扬 或者说 呃 赢得了大家的希望 就有这种你们的成功 不好意思啊 好 现在应该安静了 就是你们的这个成功 被大家表起来挂在墙上的这种感觉 就是一种很强的荣誉感 很强的被肯定的感觉 就是之前的付出 可能大家看不到 或者不认可 但是你现在就感觉 大家都认为你做的是对的事情 都认为你是 就是愿意向你去学习 认可你说的话 认可你做的事 然后这个呢 12 of coins 12 of coins 也是一个你在 呃 进行着什么事情 你正在运转当中 嗯 你正在去 呃 可以说是在平衡 可以说是在 比如说你有一个正常的工作 有一个副业 你在呃 平衡这两项事业 当然我只是举个例子啊 可以是任何方面的一个平衡 就只是说你在 同时在 做这件事情 做两件事 三件事 四件 四件事情 但是你是正在 走在路上 你正在运转 你正在运动的一个感觉 嗯 就是你在 努力的去完成某件事情 甚至说你在实现你的 manifesting 你正在 呃 manifesting你的梦想 那看一下这个牌里面 会有什么呢 好 我们这里有一张 多重选择 这里其实有一个 就是 嗯 很多选择 或者说很多 愿望 很多梦想 感觉现在的你呢 是 或者说未来的你 即将到来这个机会呢 你会去 呃 重新去做一个选择 或者说在很多感情当中 做一个平衡 在很多的 感情 很多的选择当中 呃 的机会到来 也可以把他们想象成 不同的人 那你的这个 即将到来这个机会呢 可能就是给你 无限的选择的机会 但是你需要去 平衡他们 就是 如何去 把自己的水 放在 不同的杯子里面 哦 甚至我会把它 把你们想象成 就是你们是 所有 就是你看 这有很多杯子吧 你们即使这个 人 雕塑 你们也是这个人 你们也是这个城堡 你们也是 呃 就是 是是可以是任何事物 就是把你们放在哪里 你们就会 变成什么样 但是你们还能够去 坚持自己的本心 嗯 把你们放在谁的身边 你们就可以 以此而变成这样的 一个形象 或者说去做相应的 一个事情 很强的适应性 还有变 就是变动性吧 看看 还有什么呢 那也可以单纯是指 你们将会面临很多的 这个选择的机会 The Tower 这个是出乎你们想象的 一些机会 我觉得你们可能之前 会觉得已经 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空间了 或者说你觉得可能 人生就是这样了 已经走到了 这样的一个尽头 或者说 嗯 不会有 就是你觉得更好的人出现了 不会在 不会有人在感情上 给你提供更多的这个帮助 或者说 不会有人喜欢你了 简单的说 但是你们会突然有一个 不一样 突然有一个觉醒 突然有一个变化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塔 具体确认一下 这个塔是什么 看一下这个塔 有什么其他的信息呢 好 就这张吧 King of Pentacles 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机会 突如其来的一个 稳定的机会 可以是一个突如其来的 工作的offer 嗯 有些朋友会觉得 你们可能纠结在 做选择上面 有太多的机会 你可能会觉得 不知道该选哪一个 或者说 你觉得都不是那么的理想 你也可以把自己 放在任何一个机会上面 任何一个可能性上面 但是这个时候呢 就有一个突然的机会 或者突然性的消息 那是有一个 让你更加稳定的机会 这个其实比较倾向于工作 或者说学业事业 方向的一个新的机会 一个工作offer啊 或者说一个什么 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 或者说一个 出乎你意料 你之前觉得可能 不会出现的 这样的一个事情 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人 出现 嗯 在这里这个塔 其实是一个还 蛮好的 就其他只是 出乎你的意料 你原来以为 就完全没戏了 完全没可能了 但是这个时候 出现了这个人 这个人拿了一个 金币出来说 哎 给你 这个是offer了 要不要接 看你 就是这种感觉 惊天动地的感觉 然后呢 你会觉得 你看这里 其实我们的主牌 是这个 情感的牌 在这里 所以我觉得 嗯 也有可能是一个 感情方面的 突如其来的一个 稳定的机会 突如其来的一个 嗯 对方 比如说对你的一个 求婚 或者是怎么样 就是 愿意给你承诺 进入一段 稳定的关系 嗯 因为对方是有 看你 把你看成是 他的人生伴侣 你的 将来的合作的伙伴 将来的合作对象 所以他 来给你这样的 一个机会 或者说 向你请求去 获得这样的 一个身份 嗯 好 这个Six of Flames 我们再看一下 Six of Flames 哎呀 太多 好 你重新再来 都排掉了 好 拿了Six of Flames 在这里抽吧 好 我们的 哇 Six of Cups 好了 我们再来一个 我们先说这个吧 Six of Cups Six of Flames 这个成功会 让你 很有 安全感 就是很有 被 保护的感觉 被 很温暖 嗯 或者说是 你的家人 有为你自豪 你的家人和朋友 都有 为你自豪 都 很欣赏你 很 觉得你是他们的骄傲 有这样的感觉 嗯 你是被 这种 友谊 还有这种 被亲情所包围 这张牌有这种 亲情和友谊的感觉 还有这种 就是儿时的 回到儿时的 美好时光 这个成功可能是 让你成功的 去 找回了 儿时的那种 回忆 还有那种 温暖的感觉 被保护的感觉 还有什么 依然还是很多牌 Town of Pentacles King of Wands 好 这个 就是很明显的 家庭 或者说是 团体的 事业的 还有这样的一个成功 还有 未来的这样的一个 努力的方向吧 嗯 会获得很多的金钱 还有 这个 King of Wands 也是一个很自信 很努力开创未来的 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 就总体上吧 我觉得这个成功 是一个 团体的成功 或者说在团体当中 你有 你起了很大的 这个作用的 这样的一个成功 被大家肯定 然后你会收获 嗯 集体的荣誉 收获这个奖牌 获得金钱 获得大家的肯定 然后你自己也是 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 你自己也是 获得了很多的自信 King of Wands 嗯 我觉得你会有新的挑战进来 在获得这个成功之后 嗯 或者说你其实是这个 成功的一个掌权者 就是是 由你的力量来 嗯 统领所有的这些人群 而获得的这样的一个成功 你的自信 然后你的光芒 都被大家看到 然后你可能会甚至 就是得到晋升哦 嗯 嗯 可能会就是 就是 领导很欣赏你 然后 你就可以去 变成了一个 你们部门的领导啊 或者说去带领新的团队 然后有新的项目 开始 嗯 觉得就很多 跟这个方面有关的 哦 我忘了 刚才又掉了一张牌 啊 Nine of Pentacles 这个啊 什么 Nine of Pentacles Nine of Cups 圣杯酒啊 嗯 在我们的 Two of Coins的下面 就是 其实你也是在 实现你的梦想吧 实现你的理想 嗯 也可以说 你正在努力去平衡做的这件事情 可能是正直的 啊 副业啊 什么的都有可能 它将会给你带来一个未来的一个 肯定的可以实现的一个梦想 圣杯酒就是实现梦想嘛 而这里稍稍有多一点含义 就是说你可能会 贪多 可能会让自己变得比较累 就是说你可能想要的东西非常的多 又比较追求完美 所以你可能会给自己压力比较大 嗯 但是这个事情呢 如果你们平衡的好 或者说你做的很不错的话 这个最终会给你带来很多的风声 你是会有这种梦想成真的感觉 Time of Source 刚才说你们压力大 就是为什么你们 想抓着两件事情不放 或者两个人不放 就是同时在做两件事情 因为其中的一件事情 是你可能小时候的愿望 或者一直就是你的愿望 你不愿意去丢失它 你想要去完成它 就是比如说你小时候的愿望是一个作家 但是你现在的工作 其实是一个理工科方面的工作 或者是你现在在学习 但是你仍然不放弃过去的这个理想 你还是在想要去同时完成这件事情 紧紧的把它抓住不放 有这样的感觉 你正在完成你儿时或者你一直以来想要做的这件事情 但是它可能会让你的正常生活比较累 有这样的感觉 但是你还是在顺利的进行当中 看看还有什么 这件事情会有一个变化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就是走着走着 你就把你正在做的这件事情就丢开了 这个死神呢 transformation是有很多可能性的 就是可能是你由这两件事情变成了最后只做一件事情 因为你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分心 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同时做两件事情 或者说同时平衡两段关系 所以你最终可能需要去放弃其中之一 可能是任何一个 可以是如果我刚才的例子的话 就是你可能就放弃你的这个写作 去专心的工作 也有可能是放弃你的工作 去专心知识的铺在你的写作上面 就是有这种感觉 我们再来再加一张牌吧 transformation是会有一个变化的 你正在平衡的或者是两个人呢 两个人之间的话 你会有一个变化 five of wands 竞争会非常的激烈 会有更多的人 还有事物参与进来 感觉这件事情就是你本来已经很忙了 很忙碌 在完成在准备 然后还会有更多的人和事物参与进来 或者说其实可能会有一点点休息的感觉 这个感觉好像是大家之前都在打了一仗嘛 然后现在有点累 所以暂时的有一种休战的感觉 所以你有也有可能是你想要去暂时的做一个休息 不要那么累了 把你正在一直在同时完成的很多事情 先告一段落 先暂停一下 那之后呢可能你会继续要怎么样 就是你自己的想法了 可能你会有一些新的 比如说新的idea 或者说一些你可能想去完成其他的方向 比如说你可能既不想要去做这个写作的工作 也不想要去完成你这个本职的工作 你会有一些新的想法 新的机会进来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突然间的一个新的机会 有人就已经给你带来了一个金币 突然间的一个offer 所以感觉你会有这种选择 还有这种休息这样的感觉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副牌 还有什么信息给到大家呢 这副牌即将到来的机会 嗯镜中看到自己 这里呢是在说一个人他看着镜子 但是在镜子当中他只看到了他的自己 可以说是这个人呢是比较 这个人呢是比较自私 他只能看到他自己 也有可能是这个人他会觉得很孤单 因为他觉得别人都没有跟他站在一起 就事实上的别人是大家都跟他一起 但是实际上他的内心感受镜子是反映他的内心嘛 就是他的内心是很孤单的 哦两张四号牌 四号其实是有很稳固的感觉 还有这种基础很稳固 重新建立基础 感觉一种就是从这样的一个孤单的感觉 或者说只看到自己的一个感觉 你去走向一个就是比较光明的未来 或者说找到他的小伙伴 这个就是有陪伴的感觉 就是跟小伙伴手牵手一起走向一个光明 或者说是怎么样 就是也有这种就是感情 地下恋情见光的感觉 或者说两个人就是去有一种订婚 去把事情定下来 就是有从一个孤独的感觉 走向了一个比较丰盛的感觉 就是一个从一个比较孤独的感觉 然后走上了一个 就是有人陪伴一起做什么事情 这样的感觉 有点太多了 好 我们再抽一张 好 就是有一种走向光明 黑暗走向光明 之前隐秘的关系 变成了这种比较光明的关系 并且有一个共同的约定 有人陪伴 Five of Kiss 好 我们看这里 这张牌在这里又有这种 你们在通过改变周围的这个环境 来实现梦想的这种感觉 有些朋友觉得这个 好像这张牌的感觉 因为你在镜子当中看不到别人 你觉得他们跟你不是一伙的 跟你没有办法有这个新的连接 所以你想要去建立新的连接 去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 换一群人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实现自己的这个理想境界 然后觉得你们最后会找到这样的一个 灵魂伙伴 两个人手牵手 我们看看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呢 还有什么 Inside opens the third eye to strengthen intuition 第三眼 感觉你们是在 看到自己的内心 就是你们越来越 知道自己内心追求的是什么 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自己适合的是什么 内在的力量 还有内在的一个丰盛 其实感觉你们会收获很多的智慧吧 或者说自己灵魂的一个觉醒 知道自己真实的一个状态是什么 觉得自己内心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 感觉很丰富的一个状态 甚至会去就是学习很多 这个心灵有关的课程呢 想要去提升自己的 这个维度 震动频率 你可以这样说 提升自己的内心 提升自己的内在 Water 还有这个感情 刚第一组也有这张 还有就是感觉 会有这种被温暖的 这个朋友环绕围绕的 这样的一个感觉 如果说你们 现在所处的状态 你不喜欢这个环境 那么你即将会迎来的是一个 对你非常好 大家都很爱你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 你是被感情所包围着 还有这个 Six of Cups 就是一群就是跟你关系非常好 跟你有这种很很单纯的 就是在一起很开心的 这样的一个 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人际关系 没有那么多的那种勾心斗角的感觉 你会跟这样的一群人在一起 并且获得成功 感觉上还是蛮好的 尤其是中间这三张 真的超级美好 是一种人际关系 还有事业方面的一个肯定 或者说学业方面的一个肯定 好吧 好那这就是我们第三组的占卜啦 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